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十七章 历代之下第十七章总共有十九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亚撒王的儿子约沙法做犹大王 本章的内容比较简略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九节 约沙法王的美好表现 第二段是十到十九节 约沙法统治犹大时期 周边的国家畏惧约沙法 并向他纳贡 约沙法也大力的建设国防设施 并壮大自己的军队实力 我们为本章所选的要节 是七节到九节 圣经这样说 他做王第三年 就差遣陈子 变害伊勒 俄巴底 撒加利亚 拿坦叶 米盖亚 往犹大各城 去教训百姓 同志他们有 利未人 士玛亚 尼探亚 西巴蒂亚 亚撒黑 士米拉末 约拿丹 亚多尼亚 多比亚 陀巴多尼亚 又有祭司 以利沙玛 约兰 同志他们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走遍犹大各城 教训百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一章 也就是16章 历代志的作者 交代了亚撒王的死 那从本章17章开始 一直到21章的第三节 就开始讲犹大王约沙法 约沙法王的内容 所占的篇幅甚多 相比较而言 列王纪的作者 就讲得比较简略 所以我们明显地看出 历代志的作者 有着比列王纪的作者 更加独到的材料 因此这一段的内容 对我们了解约沙法 有着极大的帮助 约沙法是犹大历史上的 一位好王 圣经真实地记录了 他的好的方面 当然也有不好的方面 要让我们 后来的读者 欲警惕和小心 比如在他统治年间 他和北方的王雅哈 关系过于亲近的事 有些内容 我们在前面 讲到列王纪的时候提到过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九节 约沙法 接续他的父亲雅撒 做犹大王 在他统治的初期 他在各个方面 都呈现出好的状况 经文第一节当中提到 亚撒的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奋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人 我们在讲上一章时 提到在亚撒做王的 第36年 以色列北国 开始成为南国尤达的威胁 先知后来因着亚撒的失败 就像亚撒预言 此后他在国中的统治 必欲见征战的事 这就应该是本章第一节 提到约沙法在做王的时候 也是奋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人 注意 约沙法仍然要防备的是 以色列人 我们根据列王纪上22章 41节到42节的记载 当约沙法开始统治的时候 是北国的王亚哈 做王的第四年 约沙法总共统治了尤达 有25年 按照我们现今推测 约沙法在做王的时候 他的父亲亚撒 其实还没有死 因此两个人实际上 有共同设政的时间 所以约沙法深深的体验到 北国以色列 对南国尤达的威胁的压力 所以在他父亲做王的时候 国家的防御重点是以色列 到了他做王的时期 国家的防御对象 依然是以色列 经文第二节显示 约沙法重视国防建设的 具体表现 那就是安置军兵 在犹大一切兼顾城里 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 和他父亚撒 所得以法林的诚意中 换句话说 由于南北两国之间 征战可能随时爆发 所以约沙法 一点都不敢轻敌 他在犹大一切兼顾城里 部署了强大的防兵 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第三节到第九节 圣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犹大的好王亚撒 有着同样好的一个儿子 约沙法 经文明确地说 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 同在的原因是因为 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 这里所说的 他祖大卫出行的道 是指大卫在成长 以及最初做王的年间 由于行神眼中所喜悦的事 神就使大卫在凡事上都兼顾 这里所说的出行的道 自然就不包括大卫曾经坐肩放科 行过伤害人并得罪神的事 经文同时也透露出 在当时北国由于已经畅行 敬拜巴黎和亚舍拉 这当然是由雅哈王和他那来自于西顿的 王后耶西别所畅导的 这异教的崇拜 已经在北国十分的盛行 其势头已经超过了 从前耶罗伯安所带领北国 敬拜金牛犊的势头 由于南北两国地缘关系的紧密性 北国敬拜巴黎的堕落风俗 不可能对南国犹大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约沙法王不寻求巴黎 他只寻求耶和华他父亲的神 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 寻求这一词再次出现 人寻求什么样的神 寻求哪位神 其实最终就决定了 是会蒙福还是会遭受咒诅 约沙法由于寻求神 不单寻求而已 还遵行神的诫命 并且不效法北国以色列人一切的行为 这就是一个好王 该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的 由于他有着美好的一切表现 不单单神要与他同在 被他真的寻见 第五节就说 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 第一节到第九节 其实是讲到约沙法在国内的表现 所以这里所说的坚定他的国 事实上就指着 从内部的角度 人民对他十分的拥护 所以他的国 他的政权和宝座 都十分的坚固 除了国为坚固 人民也自发的 向他表示爱戴之情 尤大人甘心情愿的 向他进贡 也就是说 老百姓自愿的 将自己家的财物 无怨无悔的 献给约沙法王 这就使得约沙法 大有尊荣和资财 换句话说 约沙法的尊荣和资财 不是借着高压的政策 从老百姓那里 强行搜刮来的 他的富有和尊荣 是来自于犹大国民 甘心乐意的进贡 在德蒙神赐福的情况下 约沙法就越发尝道 寻求神 有神的同在 被神大大赐福的甜头 第六节说 约沙法就越加的高兴 遵行耶和华的道 并且从犹大 除掉一切秋坛和墨 这样的经文都表现出 他对神诫命的遵守 第七节到第九节 就讲到了他做王的第三年 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 一般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这里所讲的他做王第三年 可能使他在他父亲亚撒死了以后 真正意义上的 做犹大王的第一年 他就派遣许多位臣子 还有立位人 甚至也包括祭司 下到犹大各城各乡的基层去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 官员们 立位人们 还有祭司们下去 走到基层群众中间去教导 教导的不单单是国家政策 宪法和施政纲令 其中更为主要的 就是耶和华神的律法 也就是五经 其实按照圣经的原本的规定 在立位记的第十章 第十一节 老早就提到过 以色列国该要做这方面的事 只可惜 在之前的以色列人 很少这样去做 所以在上一章 也就是十五章的第三节 有这样说 经文中提到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会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所以可见 如今约沙法王 愿意他所统治的南国犹大 百姓真能信真神 祭司可以发出训会 犹大百姓 也能遵守神的律法 这一切都是当行的 而如此行 就讨神的喜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